盈盈 过来一下 上来一下 说点事 来 坐 老婆 那个卖药的说 这个一天吃三次 每次吃一个 晚上再加一瓶这个 好 你还是上床先躺着吧 没事 没事 来 你坐 老婆 怎么了 我刚才在药店看见了一个人 谁啊 好像是华云的丈夫 华云的丈夫 她不是在美国吗 我也纳闷 我跟她丈夫只见过一面 恍恍惚惚的 我觉得是她 你可以肯定 但是我越想越想她 这样 咱们再带上DV 把她拍下来给华云看 这个办法好 好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医生开的处方 需要一千块钱的押金 我这只带上四百 大家帮帮忙 给凑凑啊 我们做了好事 还让我们大家掏钱 是啊 就是 我们又不认识她 你们不认识她 还不认识我素贞呢 咱们好人做到底 帮不忙 凑凑 老张 你就带个头嘛 好吧 我出两百 这就对了 快点 快来来来 我这得一 来嘛 一个 一个两百 你们都可记住啊 我这一百百 我可记不清 太好了 这一块都 够了 苏珍 是不是要打个电话 通知他们家人呀 是啊 赶紧打个电话 通知他们家人 我都忙晕了 快快快 你们谁有电话 借信我 我也有 乖 你用她的吧 喂 喂 天香园吗 请给我找一下画云 苏珍姐 什么 我 我姐她怎么了 到哪个医院去了 那行 我知道 我知道了 我去给家里打电话 好好好 我还有保险的 客人要你过去一下 我知道了 你等一下啊 她要你马上过去 好好好 好嘞 带我去接电话嘞 来了来了来了 喂 妈 我是小群 姐姨呢 什么事 我姐出了点事 在医院呢 咋的 怎么着了 我现在忙着 忙着走不开身 你赶紧去一趟吧 就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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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拍什么呢 我们也想开个药店 你这装修挺好的 我们来取取精 别拍了 赶快走 好好好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别拍了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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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老陈 小如怎么样了 别着急 别着急 小如在里面呢 听说 胎儿保住了 放心吧 苏贞姐 谢谢你啊 不要谢 不要谢 你是她老公吗 对对对 就你老婆那一千块钱呀 都是我们大家凑的 对对对 让我们一起送过来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啊 那你看是不是 跑了和尚还跑了妙了 有我苏贞在 你们放心 保证给你们 对对 我一定会还给你们的 苏贞姐 妈 放心 放心 胎儿保住了 妈 你看我说姐没事吧 是 是 保住了 我就是没事了 你这不是老天保佑吗 妈 积人天下 这怎么来这么多啊 都这么多 钱都是他们出的 谢谢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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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会儿都没手见下 谢谢你了 都好人哪 真的都好人哪 放心 妈 没事 都是我的好姐妹 好哥们儿 妈 没事 都是我的好姐妹 老婆 老婆 我看是的 我给华云打个电话 不 不能给华云打个电话 不 不能给华云打个电话 那就是一件大事 咱们要通过公安机关来处理 咱不能打草惊蛇 如果要不是方南 你这打电话回去 势必会为华云增加一些不必要的烦恼 让他虚惊一场吧 对 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吗 把这录像带回去给华云看 我先说 好 喂 奶妹啊 啊 在 小花找你 喂 小花 大嫂 老爸不见了 什么 从下午三点到现在一直没见人影 这两天他就恍恍惚惚的 我就觉得他不对劲 你别着急啊 那我马上过去 咱俩一块去找 好 那就这样啊 我这就过来 怎么了 那个 他爸爸不见了 他爸爸不见了 那我让我过去陪他去找一下 去吧 巧儿 你跟姥姥姥在一起好吗 你早今儿回来 好 那我赶紧去啊 快去吧 吃饭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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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到底管不管我爸爸 他可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我妈妈妈咱谁 你快去找他 请我说你不问你 为什么还没回来呢 我现在还没回来呢 你可是我你不问我 乖孩子 几十二的 refreshed 我爸呢 妈在家吗 她出去打牌了 那她知道爸爸见了吗 知道了 知道了也不管了 我爸自从小红那事一出 情绪一直不太好 这两天也越来越不对劲了 而且我爸从来没有这么晚不回家过 大嫂 你说我爸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我知道他可能去哪个地方了 哪儿啊 小红她回来你知道不知道 快走快走快走 好 就这样吧 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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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您怎么来了 小红 见我爸了吗 没有啊 爷子怎么了 没事 没事小红 今天我爸出门也没告诉我 这么晚了都没回家 大嫂以为她来你这儿了 过来看看 没有 没来哈 行 那我们走了啊 没事你忙吧啊 这个时候啊 熊妈妈就带着熊宝宝 从山地上啊 咚咚咚咚咚咚咚 她家里那个小姑娘也走了 她再一看 哎哟 小猫也睡着了 大海熊就想 我就应该偷吃蜂蜜吧 大海熊就打开了蜂蜜 额头 开始吃啊 吃啊 爸 你怎么在这儿啊 怎么了 爸 没什么呀 不多了 我在这儿 坐好 坐好 爸 你急死我了都 你看 又惊动我大嫂了 我没事 我没事 没事 真的没事啊 你是不是又喝酒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别喝酒 你看你真是的 最近老喝酒 行了 我们先回去吧 爸 那么回家吧 先回家 坐吧 妈 回家 先回家了啊 是啊 以后不行这样了啊 你急死人了 你不把我搭了眼泪跑了 谁呀 是不是小云回来了 还没睡呢你 干嘛呢你 我这不是个怕孩子醒吗 找着没有啊 找着了 在哪儿找着的 一个人黑灯瞎火的坐在小河边 吓人了你 坐小河边 他干啥呀 我想他八成啊 想不开 想寻短见 对 我跟你说 这时候能当儿女的啊 你无可得好好劝他 是不是 你不管咋说啊 他能够想寻短见 这就是有悔改之意 你们就说 你看你还是个老中医 还能给人看病 是不是 你好好活着 你可别给儿女再添乱了 是不是 当然会告诉小话的 嗯 我有时候睡不着觉 我还先洗字 给他出个馊主意 我现在让他 我跟你说 上农村找个小房 我跟你说 住他两连呗 完了之后 慢慢人们把这事儿 我就忘了 忘完了之后 你再把他结婚了 还不行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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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进去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 你跟你回去休息吧 知道 知道 赶紧睡吧 妈 晚了你先睡吧 知道了 请 对对对 是 那我就等你消息了 好 好吧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这两个谈犯对手 还真的挺蛮馋的 陪他们喝了这么多的酒 他来谈去还是没有结果 是不是没吃饱啊 当然没吃饱 那咱们回去接着吃 走 凡事总得有个过程 我看这事儿就很有喜 行 你还真沉着住气 有任性 要不能成大事呢 我成什么大事 你多好 有家有口有孩子呢 我还一直想问你这个事 你干嘛不想了成了家呢 不想啊 怎么不想啊 你知道的那个李华 嗯 记得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姑娘挺好的 后来吧 除了能在我这拿钱 美容购物之外 你说她能干嘛 我是希望找一个踏实的女孩 你少跟我打岔 我说的是华云 你就不能跟人家华云主动地表示表示 女人喜欢这个 我们家那口子 一直闹着上酒店去找你 想跟你说说 华云怎么怎么好 我没让 华云天天跟咱们在一起 我跟她说那 林老板早就了解了 不瞒你说 我是挺喜欢她的 你喜欢她孩子 但是呢 但是什么 你要是 拿我当个朋友 当哥们 你就说说你心里话 我帮你探磨探磨 这一来呢 我身上毕竟是有残疾的 打住打住打住 又来了 虽然你腿有残疾 但是我觉得 你比很多健康人 要好得多 而且你还做成了那么多的事 我干了什么事啊 不就是一个小酒楼 一个小工厂啊 不对吧 我听华云说 你还出资建了一个福利院 这事你连我都买着 好了好了 你这人哪 做事真是太低调 行了行了 你啊别说我了 来来来 来 再说说你那个二呢 二来呢 人家毕竟没有离婚呢 你觉得 他们两个还有可能吗 我想离婚是早晚的事 所以咱们还是 抓紧时间谈判 一旦合同签了 咱们赶紧回去 让华云看看录像里的那个人 到底是不是她丈夫 华云中共也不知道 总 北枝 隔壁茶会一同 等我回来 别…不要…保住… 特别好 快点摸 摸 摸 爸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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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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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带 铁带 都摸着钢带铁带了吗 快进屋鞋 快上屋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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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进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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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们的 闺女啊 想吃点什么呀 茄子 我还真说个茄子 茄子 初华 你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没了 你给点钱吧 我去买一下 我去买一下 买一下 买一下 老头儿啊 再多点钱呢 买点茄子啊 如风 我是真服了你了 要不是你最后来那一下子 我想他们才没那么痛快 答应我 那是你开的头好 哎呀 今天可是口干舌道啊 你呀 是我们玩具厂的功臣 老婆 项目谈得这么顺利 今天晚上咱们俩是不是靠了靠了自己 出去喝两杯 不不不 我请你 大餐 咱玩的就是大 别开心 走 咱们走吧 别等了 走 别怕小子 喂 是凌总吗 对 是我 我有个事情啊 需要请示一下 你说 我想开一个最优惠的价格给东海集团 你看行吗 你办事我放心 那酒水就按您的意思办了 对 您那边谈得怎么样 顺利吗 挺顺利的 那太好了 老毛啊 立了大功 你身体怎么一样啊 挺好的 齐哲 带我向毛师傅问好 行 老毛 喂 向您问好 收到 还有您 要保重 你也保重啊 我知道 那就这样了 嗯 好 走走走 走 走 我觉得明天哪 咱们到那儿去 哎呦 熙熙 告诉妈妈 姑姑今天都教你什么了 小鸡 小鸡 鸡鸡鸡鸡鸡鸡 好了好了 哎呀 看看我们家乔 嗯 真好 妈妈 很想跟林叔叔一起玩 林叔叔啊 到外地出差去了 等他回来啊 就带你去玩啊 林叔叔什么时候回来 很快就回来了 乔 你喜欢林叔叔吗 喜欢 喜欢就好 哎呦 好了 洗好了 哎呦 我们带宝 哎呦 上去喽 哎 来 嗯 嗯 喂 哦 毛师傅 你们回来了 还顺利吧 好 我今天休息 我在外面呢 准备给巧儿买点东西 对 怎么了 是不是酒楼出什么问题了 那好 我马上过去啊 哎 哎 拍什么呢 没错 就是他就是他 别拍了赶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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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听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别拍了 啊 哎 哎 因为有AU 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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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这林准导师 总是在家里 别哭了啊 别哭了 你怎么这样啊 有什么好难过的 我告诉你 这一切啊 足以证明 那王八蛋心里 没有你华云的位置了 知道吗 但我这样了 你还有什么好难过的 我 华云 姐告诉你 为这种不情无义的男人 流眼泪不值得 知道吗 老爷 要不你就去广州一趟 见了面 当面把事情说清楚 对对对 去趟广州 把该说清楚的都说清楚了 然后啊 跟他一刀两断 把巧诈也带上吧 你就当了他面 把这手啊 轮圆了 晒他大嘴巴 他这个臭流氓 这个臭流氓 干杯 阿云 你还好吗 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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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华云 你就听姐姐一句劝 为这种男人你就别再哭了 我就是心里难受 没有想到她居然背着我 和他们公司那个财务搞在一起 什么 就是画面里那女的 那个女人你认识啊 他们公司的财务叫陈盈盈 你说姐傻不傻 你傻不傻 我早就提醒过你了 男人有钱就变坏 穷男 我早就看出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气死我了 好了 别哭 我真的是太后悔了 当初我爸就劝我不要跟他好 说那小子看就不地道 我就没心 我真的是太后悔了 行了行了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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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算算这个月花冒了没有 你看我给你解约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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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妈 你今天怎么回这么早啊 那个乔乔呢 乔乔睡了 等等我 乔乔睡了 嗯 怎么了 有事儿啊 爸 妈 我决定和冯南离婚 好 爸爸支持你 你不是说办的手续挺复杂的吗 怎么现在能理了 以前是下不了决心 你为乔乔着想 也为她着想 现在我想清楚了 我就是要和她离婚 好 云啊 云 云 跟妈说实话 是不是心里头还有事儿 没事儿 妈 没事儿 真的 不对 云啊 眼睛怎么红了呢 没有 是不哭了 嗯 没事儿妈 我去看乔乔去 我去看乔乔 乔乔 乔乔咋呀 乔乔咋呀 乔乔咋了一晚上 是不是 嗯 好久了 味道挣着鸡蛋糕 不用不用不用 我煮的汤 可好了可好了 好久了 我跟你说 现在可是流行那个 胃肠感冒啊 她昨天晚上拉没拉吧 拉了 吐了吗 我可是在你院看她 你还等得低 还快点 嗯 怎么样 躺着呢 小姐小姐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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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错电话了 喂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打错电话了 妈熬这个汤啊 你喝了这回你想得像是 好 喂 喂 找谁 冯兰那个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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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等一下 喂 你好 每位啊 陈盈盈啊 你等一下啊 我来请 我来请 你们的财务 普通话说得挺好的现在 喂 开会啊 礼拜天你开什么会 好 我知道了 你干吗去啊 我公司有急事 我先走了啊 你妈都病成这样子 一会儿要去医院呢 妈 妈 这碗汤啊 妈 你喝了 老婆 公司有急事 我先走了啊 啥气身上喝碗汤 我回来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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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签了什么喝 可累了 你就多干点 知道吗 多干点活累不死人 你知道吗 是 你看我不是已经都瘦得凉了 一会儿她醒了再喂她 你先喝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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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风起雍 是 是 你是姚志 nowher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大嫂 我是小花呀 我刚刚接到医药店的电话 说我爸妈被公安局人带走了 你过来一下帮我吧 你怎么这样啊 大嫂 就算我们家人对不起你 可你也得帮帮我呀 可你也得帮帮我呀 算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出租车 爸 姓名 冯夕雍 姓别 楠 年龄 六十四 好吧 说一说你大儿子冯楠的情况 我大儿子冯楠 最开始的时候 他跟我们说 他因公出差了 可过了没多久 他 他突然从美国打来电话了 姓名 姚志怡 姓别 女的 女的 年龄 六招了的 严肃点 六十了 说一说你大儿子冯楠的情况吗 冯楠的情况 你是警察 你比我了解得清楚啊 我是谁 我是他娘 儿大不由娘啊 对吧 他每天做什么 他跑哪儿去了 他能跟我回报吗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灵啊 我不管您说 我一听说他出事了 我脑袋我这么大胳膜 我现在恨不得把他抓到我跟前的我教训他 是吧 不管你有事没事 事大事小 你都应该相信组织相信党啊 你不能一落绝子你就跑了 你跑得了和声你跑得了妙吗 你跑了不要紧 把你妈请到这儿来收神来了 我这心里还不平衡呢 我也有自尊心呢 我是谁啊 我大小我也是个国家干部啊 对吧 行了行了别绕了 警察同志 咱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 你让我把话说完 不然的话我 我 我心里我都堵得慌 想说是吧 好 那把你往广州药店寄钱的事说一说吧 我往广州药店寄钱的事不都跟你说了吗 爸 我是开药店的 我得上货吧 我上货我就得寄钱吧 我不寄钱谁给我发货呀 这 这道理就成功了 你看我 还有什么想了解的 这个 我们没及时的向政府汇报 这是我们的错误 不过他每次来电话都是他打给我们的 而且也都是他妈妈接的 所以 那个 那个 我们 也不知道他 具体住在 什么地方 那个 不过最近 最近他 他 他好像没有再打了电话 别的 别的 我 超人 爸 大嫂 等急了吧 大嫂 不客来了 我跟你说 你听着啊 以后你们家出这种烂事 别找花云 他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啊 你知不知道 你那王八蛋哥 把他害惨了 还找个干什么呀 行了行了 四生计 那我们进去吧 你干什么呀 进什么呀 耿耿老毛和林老板 别着急 等会儿吧 来了 那我们先过去说点事啊 好 那你们向广州的药店寄钱是怎么回事儿 往 往广州寄钱 主要是我们想拖那边帮我们进一些中程药 好 这 这主要 你们把情况说一下吧 老毛 你说吧 啊 情况是这样的 情况是这样的 我和我们林总去广州出差 刚到广州 林总的身体不是很舒服 我就出去给他买点药 在极大陆 一个叫顺丰药店的地方 我看见了一个人 当时我就觉得那个人呢 特别像华云的爱人冯南 我可在广州 不可能 他在美国呢 当时我没过去啊 后来林总出了重力 拿DV呢 拍下了这盒磁带 经过华云辨认 确实是药南 对 确实是我的丈夫 药南 你不喜欢这个人 我看见了 你不喜欢这个人 对